1980年一场中央会议上 陈永贵当众质疑邓小平的某项决策 而邓小平则毫不客气地回进道 你当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其实陈永贵和邓小平早在特殊时期就神交已久 当时陈永贵在山西省搞大寨 带领当地人民群众奋法图强 力求战胜自然灾害 毛主席在得知相关的情况之后 对陈永贵和大寨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并且立刻命令将报告发给中央所有人传阅 邓小平在看过报告之后 对陈永贵的看法和毛主席高度一致 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 陈永贵的大寨模式却是非常的合适 邓小平还提议让陈永贵来北京做演讲 陈永贵来京之后讲座是场场爆满 当时的邓小平也去大寨市场 还当众说道 陈永贵是一个有头脑的农民啊 但从1974年起 就有人利用小敬庄来打击大寨和陈永贵 邓小平很是不满 说这是学小不学大 小敬庄是用国家的钱喂飞的 有什么好啊 当时邓小平刚刚付出不久 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正是邓小平的仗义直言 客观上帮助陈永贵和他的大寨 1975年毛主席提议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 邓小平和陈永贵一起组织会议 两人总算是见了面 这次会议上 邓小平的谦逊给陈永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意见 面对他不了解的农业 邓小平充分尊重陈永贵的意见 从来不乱发表意见 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陈永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为邓小平仗义之言 可谓是当时极少数敢于为邓公说话的人 当时那些人说打倒邓公是群众运动 陈永贵气得直拍桌子 人都打死了 叫什么群众运动啊 你去试试看 后来朱毛周三人先后中病 身在北京的陈永贵到医院去探望了周总理 回家之后对家人严肃的说道 据我观察 周总理和毛主席百年之后 能够撑起中国的人恐怕只有邓小平 叶景英等人的粉碎行动过后 陈永贵也坚决同意让邓小平来付出工作 然而当时没人想到 如此互相支持的邓成二人 竟然也在不久之后走向了末日 甚至在会议后针锋向对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点击头像进入到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讲